发现电影热爱生活 大家好 我是老刘 美国政治总统竞选竞争阶段 如果出现竞选双方投票持平 而最后一位美国公民的投票权 将决定谁会上任时 这位拥有决定谁做总统的公民 会不会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新墨西哥州有个非常不起眼的小镇 可能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存在 男主巴德正是在这长大 吊儿郎当的生活态度 是名副其实的失败者 酗酒矿工 所以妻子和他就早早的离异了 但是他12岁的女儿茉莉出奇的懂事 每天叫父亲起床 给他做好早餐 受老师的影响 还关心美国大选的结果 偷偷替父亲申请了投票权 去投票站选领导人 想不到极其故障 他这票没有投成功 巴德是个无党派人士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不占国 一生艰辛 唯有酒能让他快乐 如今谁是总统 他都一概不知 为了享受生活 还教唆女儿弃学 和他到河边钓鱼 别急别急 再来一杆 因此他丢了工作 不过很快转机就要出现 实质总统竞选拉票的关键节点 为了连任的总统正在选择着话题 必须扎到公民的痛点 才能得到各个州的选票 经济 医疗还是发展科技 但是这些他都无需关心 因为背后的财团和智囊团 早就准备好了计划 他要做的是 拿出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激情 站在人群中念出 早就准备好的严谴稿 民主党派竞选人 也在四处的游走 同样他们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背后有同样的财团和智囊团 为他们梳理各个州的民意 双方为了得到选票手段非常 挖苦对手寻找他们曾经的污点 只要能在声势上打压到对方 就能获得更多的选票 所以大选期间 你会听到各种竞选者负面的新闻 票选结果很快就开始公布了 出乎意料的是 两位竞选者竟然平分秋色 票数相同 这是百年不遇的情况 最后统计票数发现 竟然有一票 因为机器故障而作废 一夜之间 新闻媒体纷纷报道 是谁手里握着决定 美国命运的投票权呢 双方竞选者智囊团 也开始策划 如何拉到这张选票 事关重大 当晚巴德家中 就迎来了州检察官 妇女俩吓坏了 以为这是福利机构来抢孩子 毕竟他没做到一个 父亲应有的义务 当听说他们是为了提醒巴德 10点后重新投票时 当场欢呼 只要不是带走女儿的福利机构 就好了 随之而来的是 不断上门的记者 外面架上直播灯光 对着房间狂轰乱炸 其中一位女记者 非常幸运的来了一次专访 却没想到这场直播 让巴德脏话脸片 关乎政治和美国的问题 他一概不懂 大多数公民感觉完了 美国只是要毁在 一个酒鬼的手里 10天等待投票机 这座小镇迎来了 井喷般的流量 因为巴德的投票 全让全国媒体蜂拥而至 一跃成了网红打卡地 还拉动了新墨西哥州的GDP 两位总统竞选人 纷纷在这里设立了根决地 准备随时迎接巴德 拉到他的选票 背后的智囊团一时间 火力全开调查着巴德 只要和他有关的一切 统统摸透准备和他打好关系 从出生爱喝的奶粉 到结婚 在离异的所有经历 全部被查清 接下来巴德最喜欢的赛车手 竟然登门拜访送消息 总统在空军一号等他 希望能过去聊聊天 这看似平常的一切背后 涉及了巨大的能量 如果不是总统 谁能有这样的权利 来号召一切呢 安迪非常亲切的和巴德聊天 还非常郑重的 介绍着贴身智囊 绝大多数决定 他都要听从智囊的安排 因为智囊代表的背后是 支持他成为总统的财团 初次接触 巴德以为就是单纯的 喝喝酒聊聊天 不过12岁的女儿告诉他 这是希望他会向安迪 投出关键一票 离开空军一号 他再次被接到 另一位民主党竞选人 塔纳德这里 电视中播放了 他最喜欢的歌手 专门向他发出了邀请 邀请他来参加聚会 Party正是民主党派 竞选人塔纳德准备的 万众瞩目 犹如影星走过红毯一般的 灯光闪耀 小女儿一脸厌烦的跟着父亲 同样这位竞选者身边 也有着一群智囊和对手来抗衡 他更加细心 聚会上酒水完全是 巴德最喜欢的口味 冷餐也是小时候 妈妈经常为他做的那种风格 台上的歌手 还是曾经和他 组建乐团时的伙伴 竞选人还深入和他探讨了 关于钓鱼的事情 当然这些都是 只能为他准备好的话题 就是为了获得巴德的认可 这就牵扯到了巴德 最喜欢钓鱼的那条河 巴德在这位民主党派竞选人这听说 先任总统安迪 将会把他卖给一个企业 来获取他竞选时的赞助资金 为了抛击对手 他们互相挖出对方底细 不择手段 随后先任总统安迪的探子 就把消息给传过去了 他竟然在第一事件 就开了一场记者会 主动说明 这条河我不卖了 我要做环保主义者 领导人的两面派 让公民很恼火 他们俩为了坐上的一个位置 竟然附庸一个无业游民 只要巴德随口说点什么 他们都大做文章 老百姓和身边人 也认识到这点之后 巴德家就收到了 整车整车送来的礼物 附带着信件 大多数都是希望 他能随口说上几句 关乎他们利益的话题 比如癌症患者 希望医疗减负 流浪汉希望再就业 魂保主义者 希望圈地停止开采 同性恋人群 希望免受歧视 只要巴德能把这些话题说出去 两位竞选人为了拉票 肯定会全力去办 所以巴德的女儿 每天回复着来信 比皇帝还要忙 简直是批阅奏折的节奏 果然竞选者们 听到了巴德口中的这些内容 他们就特意召开记者会 宣誓自己如果当选 那么会完全让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巴德是真正的政治不占国 对这些完全不来电 背后真正引起 完全能看透两位竞选者给出的承诺 不过是为了拉到选票而做做样子 最近巴德已经沉沦了 完全享受在投票权 带给他的美好生活当中 这场女儿非常不满父亲的做法 毕竟这种好日子只有10天 他还是希望父亲能正常面对生活 并且不能草率的决定 就把选票投出去 这关乎一个国家的命运 所以让父亲在第10天 来一场竞选者的辩论赛 最后通过他们的辩论 谁更符合公民利益 就把选票给谁 背后的竞选者 听说消息之后就开始慌了 有人为了拉到选票 准备了大笔的现金来砸巴德 也有人准备给他一个油水非常丰富 又清闲的职位保证他衣食无忧 巴德手中的投票权 有助一张大乐透 能满足他所有的愿望 可这些正是和女儿意见相伯的事 还因为他的事久如命不作为 忘记参加女儿的家长会 导致女儿一怒之下离开他 去找多年未见的母亲了 可是母亲因为个人问题 完全不想收留女儿 女儿丢了 一下惊动了全美国人民 竞选者是出动了警察力量和空中力量 很快就把他给找到了 差点失去女儿了 他最后醒悟 女儿就帮他找来了 那位一直想报道此事的女记者 请他帮助自己 通过一夜的时间 让父亲对这个政治友商 一个大概的了解 利用全国网民寄来的求助信 明天向两位竞选者提问 谁能做出更多为国人着想的事情 就把票投给谁 时间一到 难得巴德这个天穿了正装出行 镜头聚焦 全国都在注视着巴德 几袋子网友来信被放到台上 成了衡量竞选者的标准 两位未来的总统沿着一带 谁都希望能获得巴德 或者说美国人的青睐 辩论会结束 巴德独自来到了投票站 拉上了布链 女儿好像已经知道 她最后会把选票给谁 至此影片就结束了 虽然影片甚是荒谬 让一个公民有了决定 谁是未来国家领导人的权利 不过却非常深刻的体现出 假大空的政客们 为了他们的目的 可以做出非常多假大空的承诺 巴德经历了十天皇帝般 万众瞩目的日子 但是最终谁做总统 对他来说依然是毫无意义 只不过是圆了他女儿的一个梦 让他从以前的玩事 不公不务正业到成熟 成为一个有责任 有一些社会责任感 社会契约的父亲 担当是这个女儿 需要他父亲身上展现的一面 不管你是否放弃了自己的人生 但总是要给孩子一些希望 况且孩子才是一个国家 未来真正的希望 得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老刘 请各位小组订阅一下 支持老刘吧 咱们下期再见 请iovascular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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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阅突然 这边的我们下期再见 请 homogeneous six 同志 fall 感觉 Ohio 鬼 从 no 我 好 有 你 你 c ant 落 刚 ego zt Yahoo 手 Pak � recovery 蠟� 酱 涂 頼 110 感谢观看